民眾黨是誰家的黨 它本來就是柯家的黨 民進黨核心思想是什麼 我說就很簡單 就是台澎金馬在台灣 叫做台灣前途未定論 由台灣2350萬人自己決定 國民黨就是完整的大中國主義 未來不管是三民主義 統一中國還是什麼 我們就是要大中國就對了 民眾黨就很簡單 你要偏毒偏統我都不要談 我們就做好經濟 我說國民黨跟民進黨 沒有要做好經濟嗎 那叫基本款 是啊 我說你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講不出來 為什麼沈富泉會講說 哪裡有一個政黨 去參加人家的尾牙 全部都帶去 那叫什麼黨 政犯黨 省一攤 省一攤尾牙你知道嗎 省一攤尾牙 這真的是讓人家跌破三關 柯文哲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柯文哲隔在網路後面很大聲 透過發言人講話很大聲 柯文哲就是面對群眾 他的聲音就小了 所以柯文哲 要想要再選2028 先長大 學習面對群眾